为啥现在还没有对付病毒的特效药呢 用抗生素不行吗 首先我们要知道 抗生素是用来对付细菌的 这细菌和病毒的差别可老大了 首先装备不同 细菌相当于人民币玩家 要啥有啥 细胞币细胞质 样样极权 而病毒呢 穷困潦倒 除了见破蛋白质外套 其余什么家当都没有 装备不一样 它做案的方式就不一样 细菌仗着装备多 喜欢硬钢 在细胞外抢营养 分泌毒素 搞得细胞直接没法工作 而病毒呢 穷生兼济 它不敢明着来 就暗搓搓地潜入细胞 然后绑架破坏自我繁殖 最后变成乌泱泱一大片 继续获获其他细胞 然而穷有穷的优势 土豪细菌因为装备多 所以拔点也多 当免疫细胞干不过它的时候 就用上了专门针对这些拔点的外挂 也就是抗生素 比如有一种药 就是通过破坏细菌的细胞币来杀菌的 它就是令小朋友们闻风丧胆的轻微素 咱们接着前面说的 而病毒呢 加小夜小 穷得连靶点都找不到 而且这些死病毒还喜欢变异 找靶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最后这些病毒善于伪装 它没有看到细胞的时候老实巴交 搞得免疫细胞还以为它是良民 可等发现它干坏事时 它早就已经绑架了细胞 这就要求研发的药物 既杀得了病毒 还不能伤害到细胞 这就是为啥很难研究出打病毒的特效药了 但即便如此 我们也要对付它 现有的一些手段有 一 广普抗毒药物 二 支持治疗的药物和方法 这些方法会让人体更有效地产出 对付病毒的抗体 这就是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 治愈病例也越来越多的原因 最后祝大家平平安安 身体健康 那么更多良心 如果我们要务力的红尿 我们就喜欢看看 我们就会让人体健康 到底帮助 这些方法会让人体健康 那些方法会让人体健康 是 人体健康 不软